哈囉各位科技報局 Tech Orange 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種族比喻寧 今天在我們的數位轉型論壇的節目 我們不談產業 我們談另外一個 也是今年在 COVID-19 肺炎疫情之後 造成很多的大家的生活影響之後 有一個新的議題跑出來是在談企業的轉型 或我們談組織的轉型 那大家看到我們今天的鏡頭應該很開心 我知道我們今天邀請到唐鳳正偉來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還有我們的 Cisco 的總經理 George 今天一起來到我們的節目 那今天大家看到現場的這個背景也有點特殊 不是我們平常慣常使用我們辦公室的攝影棚 我們今天的地點其實在唐鳳正偉的辦公室 對 這是我們行建院的棚 好 那這個政偉今天要來跟我們聊的 就是我剛前面有談到的這個企業的組織轉型 整個 COVID-19 其實對所有的企業全球 其實影響都非常大 但是我覺得對政偉來說感覺應該還好 因為我很早之前認識您跟您聊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你就很習慣用這個網路 跟國際社會各個單位溝通 早上我剛來這邊錄影的時候 經過政偉辦公室我們在那邊Stay 其實政偉就坐在他的位置上面 我現在在新加坡視訊 對 就是正在跟國外視訊 那我剛在節目前面偷問了一下政偉 他說他現在一天排七場 七場的這個會議 或者是採訪大概都是跟國外 對 一大早就是美洲嘛 然後在中間亞洲嘛 然後大概到傍晚的時候歐洲跟非洲 是 那George你作為跨國公司的這個地區的負責人 應該也很習慣這樣的一個生活方式 其實這個生活方式已經是早就這樣發生了 那可能你最親近或工作最長的可能在印度 對 同仁跟你互相對 對 最close 最close 那做旁邊的同事呢 他就是你們同事 但是工作上可能那麼相關性比較低 可能還好 對 那今天為什麼我們要在我們的數位轉型整年度的系列節目裡面來談這個企業組織轉型呢 因為我相信很多應該可以感覺到這個影響非常的巨大 對 雖然說現在疫情比較減緩了 我不曉得在我們的節目裡面 在我們的這個聽眾朋友們 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你的企業是怎麼樣 但其實包含我們自己的公司 現在都開始在討論 就算疫情結束了 我們可能都會持續善用這樣的一個線上工作的一個環境 我想要先請政府跟我們聊一下 你自己觀察 就是這次COVID-19 對 整個全球包含像在政府組織裡面 這種線上工作跟會議的這個文化 有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當然很大的變化 因為以前其實就是比較年輕的事務官 也許是擅長使用視訊 但是比較資深的就是高階官員政務官 很可能因為他們以前在視訊的那個經驗不太好 因為如果你是十年前二十年前也有視訊 那個抽格啊這個聲音啊都不怎麼樣 那所以這個時候他就留下一個比較不好的印象 他就覺得說見面三分請 視訊說不定倒扣一分請 他就不是很願意去參加視訊 但是現在因為他非得視訊不可 他真的沒有辦法用別的方法 沒有別的選擇 對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他要發現說 現在在最新的這個技術上面 甚至他不用安裝 可以直接去運用這個web技術 好比像說某個C開頭的這個公司 就有讓你從瀏覽器裡面 直接就可以進入你免安裝 他按一個鍵就連上 而且視訊品質非常的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腦裡那個就是不好的感覺 就被刷掉了 所以像我們在那個WHA嘛 就是世界衛生的大會 前幾天台灣自己辦了一個會前會 那有14國的高階官員參加 那來的都是以前比我們實體去WHA 約到的那種雙邊的層級還要高 因為以前他們是不會去日內瓦 或者他們也不太會用視訊 但現在他們非會不可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很多官員家裡 長什麼樣子 對這次其實對整個台灣社會來說 包含政府、國家、社會、企業 其實大家都學到很多 但我一直覺得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說 台灣其實我們的這個 國境內的疫情的防護 其實是做得很好的 我們除了比較緊張的有一段時間 大家都盡量關在家裡不要出門之外 其實大部分時候大家生活都算正常 就是戴口罩 對戴著口罩這樣子 然後彼此提醒保持社交距離 可是除此之外 其實工作我自己感覺影響不大 但是因為就算是這樣子 我們還是因為整個全球的這個趨勢 而開始意識到這個事情的重要性 今天跟這個政偉今天聊這個事情 其實政偉在我認識您的時候 當時您在推動這個自由軟體運動的時候 你其實就一直在推動這種線上 當然 你這個經驗其實非常瘋 大概1995年到現在 1995年到現在 這樣已經20多年的時間 可不可以請政偉跟我們談一下 就是這種遠距化跟虛擬化的這種工作模式 為什麼您那麼早就開始在推動 你在這裡面看到怎麼樣 要做一個結婚 對 其實對我自己來講 因為我是從事自由軟體運動 自由軟體的意思其實就是 每個人有去改做別人的軟體的自由 你看到一個口罩地圖覺得不夠好 你馬上就寫一個對話機器人 然後去 也不是取代它 去讓不同的受眾能夠去接取到這樣子的資源 那光是口罩地圖就一百多種 那這就是自由軟體的應用 但是事實上你不可能說一百多個團隊 隨時都醒著 然後在同一個地方開會 就算是實體的團隊都不可能這樣 都不可能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學到什麼呢 就是說你要用非同步的方式來進行工作 非同步的工作叫做 collaboration 它跟一般的面對面這個 cooperation 最不一樣的 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下一首到底是誰 它會把你的作品改成什麼樣子 所以呢你就必須要把你的這個作品呢 用一個很詳細的方法 讓能夠來的人能夠接手 版本的定義 所以這個版本呢 我們就有一個文字檔 叫做 read me 就是先看看我 那下一首不管是誰 他先看看這份文檔 就知道說他要怎麼樣子去運用你所做的工作 你的目前的這個流程度怎麼樣 你想要接下來做怎麼樣開發等等 那但是我們如果在面對面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會記下來 就是我們兩個知道就好 這個時候第三個新同事要進來的時候 喔對他很困難 他接不上因為沒有記錄流程 對因為沒有任何記錄流程 對所以其實透過線上的協助最大好處 就我們發聲幾點藏 這樣子新的人加入的時候就變得很容易 發聲幾點藏 這個如果大家有在追這個 湯鳳正偉的很多的這個演講 或者是文字很早很早之前 正偉就一直在推發聲幾點藏 它裡面有個很重要就是記錄跟分享 而且我知道您很推動的是公開分享跟透明這個事情 是的確實因為這個點藏有兩種 一種是說你就關起門來 你只允許你的公司的新成員看 這個當然也是有幫助 對內部創新也是有幫助的 但是我的做法是說 拋棄掉大部分的著作權 那最後只剩下想寫名權等等 那這個情況下任何外面的人 他想要更好的主意 我們開門造劇啊 那他行他來啊 這樣子的做法其實就可以讓外部的創新 進入這個組織的內部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這邊 買了一個重要題目 等一下請正偉回來聊 就是說政府在 在政府組織裡面 這個所謂的發聲幾點藏 開放然後開門造劇 這個在文化上面有根本上面的不同 等一下我會請正偉回來跟我們聊聊 那他在政府裡面怎麼樣促成這個創新 那在這之前我想要先請George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Cisco其實提供這樣的 線上的軟體工具跟平台工具很長一段時間 過去不管是我知道很多的政府 各國的政府或者是大型企業 可能都會運用到你們這樣的線上 我們的行建員的用會 行建員是用會的 Cisco的這個產品 謝謝正偉 我相信George應該非常有經驗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你看到的市場變化 因為COVID-19肺炎疫情之前 很多人其實並不習慣這樣的工作 沒錯 那你觀察到的市場需求的變化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遠距辦公或者是剛剛正偉講的 這個協同作業這件事情 其實它在疫情之前已經發生 我們以美國為例 2018年的統計 已經有500萬的工作者 大概占整個工作 美國工作人口大概3.6%是屬於這種遠距 或者是協同作業的方式 本來就習慣這樣 本來就習慣 因為疫情的這樣的延伸之後 你會發現大家被迫 必須做這件事情 以思科WebEx平台為例 現在在4月的時候已經有200億分鐘的會議時數 那到最高峰的時候 一天有420萬場的會議在平台上執行 對 我想這樣的趨勢是回不去了 對 那現在大家正在思考一件事說 那獲疫情怎麼辦 對 那我相信往下進展的時候 它遠距辦公並不是因為疫情而發生 但是大家會很認真思考說 那我什麼適合遠距辦公 什麼適合線上會議 是 我接下來怎麼辦 所以我這個趨勢是不會停的 是不會停的 但這樣對平台業者造成很大的壓力吧 你們的這個線上需求應該一下就灌了 CDM還好嗎 應該這樣說 就我那一部來說 我們自己規範了很多所謂線上的使用習慣或倫理 對 我們告訴大家 使用者呢 在使用的時候呢 不要用整點開會 對 可能從5分開會 35分開會 時間切到大家讓系統有點舒緩 你想想看 思科7萬7千人上限 這不是壓力 但是因為我們同時宣布 免費方案 全球 像我應該講台灣也參與了 是 經過兩個月 已經有14萬多人上去申請 免費方案 在這段期 14萬多人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 他是會議主持人 10個人參加就 140萬 140萬 所以這個系統壓力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 所以 對我們來說這件事情會是常態 我們繼續往下了以後就是 堅強我們的平台安全 對 剛剛George有提到就是說 這是慢慢會變成一個常態 有一個數字我在這邊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COVID-19這段期間 蠻多的這個研究組織開始去問卷 做一些民調跟調查 去問大家說 COVID-19之後 你在這個工作形態上面 會不會想要用線上 持續在線上 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這樣 他問的對象分兩種 一種是企業 一種是個人 那企業的部分呢 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我覺得企業組 其實還是有一些管理上面的 思維的不同 特別剛剛George跟我說 其實亞洲企業的企業組 還不太知道 他希望看到人 他希望看到人 可是如果你去問那個個人 就是個人工作者 他經歷過這個work from home 這樣子的一個趨勢跟這個風潮 最後呢 你問他說 那你喜不希望我們請之後 繼續在家工作 超過七成到八成左右的人 都說他們很希望繼續這樣 對不對 因為大家會覺得沒有自由 但同時問他說 那你覺得你這個在家工作 跟這個在辦公室工作 工作效率 跟判斷 他一樣問企業組 跟這個問這個一半個人 有趣的事情來了 兩個都覺得變好 對 企業組也覺得變好 他只是在心態跟文化上面 還是有點不同 這邊就會有一個我覺得 一個趨勢是跑出來 而且是 我認為是現在所有企業組 都在思考的 就是這個所謂企業微型化 這也是之前正委提出來的概念 沒錯 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企業微型化這個概念 其實這個概念我自己蠻疑心作責的 其實這個行政院是我們這個攝影棚 是有這種大陣仗的攝影 我們才會用這裡 在大部分時候 我不管是視訊還是工作 我其實都是在燃安路三段99號 也就是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這個地方蠻特別 因為本來是空軍的總部 但是我們現在把圍牆全部拆光 所以它就是一個 大家隨時可以走進來的 像公園一樣的地方 對 對 沒錯 那所以呢我每天走路上下班 然後呢我到了那邊之後 因為那邊有廚房 對 然後就有事沒事 有人做好一碗粥 我就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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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那我在裡面呢 就有一種好像是有很多的朋友 雖然我可能只見過兩三次面 但是他們很願意跟我分享他們最近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無形之中我的工作效率 變我一個人關在家裡還要更高 因為大家都在致力於解決各種各樣社會的環境的經濟的問題 對 所以呢就很有衝勁 但是呢事實上他們都是來自不同的團隊 所以也沒有誰指揮誰的問題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種叫做co-working space 就是共同工作空間 我覺得就是我們現在在很多企業裡面會看到說 如果你的員工三四個在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另外三四個在一個共同工作空間 對 而且呢他們旁邊甚至有你的產業生態系裡面 其他的團隊在一起創作的話 這樣子的這個效率的加成是有一個增幅的效果 對這個所謂的 所以在這邊的這個企業微型化 它其實不是說企業規模變小 不是原子化的意思 不是說你變成一大堆自然人不是這個意思 它只是說你的工作模式 或是我們過去對於所謂的企業做一個大的集團 對 很多人聚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固定的這個上下班的這個形式 發生了概念跟習慣上面的巨大的這個轉變 對 是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正文 你的團隊大概是多少人 我這樣這樣問過已經是精確 因為你有內外不同的 對我們30位實習生 然後大概20幾位全職的夥伴 那他們就分別三三在這個棚裡面 隔壁棟的三樓 在設創的一樓 地下室跟二樓 也就是非常多的空間 五個空間以上 好 那其實也不太知道他們現在人在哪裡做什麼事 但是我知道他們在線上 所以我們共用一個線上的看板 共用一個線上的聊天室叫Rocket Chat 共用一個線上的視訊平台叫GCMeet 那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自由軟體社群 現在平常會用的這些生產力工具 我們都用 對 對那這個形式其實大家共用辦公室在線上 就是這個意思 對那個Cisco怎麼樣幫忙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您有看到類似的文化在像Cisco這樣的跨國公司發生嗎 其實我們跨國公司的運作跟政委講的 現在運行方式是差不多的 對 那我會發現亞洲國家 是 甚至於台灣也是這樣 就是說 企業主對於這樣的工作型態是不習慣的 不要說企業主不習慣 一般工作者也不習慣 一開始也不習慣 一開始也不習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常常在輔導說 最近就去最近 對 線上工具開始運用的時候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叫做 早上要運用線上工具店 對 就是要開鏡頭 下午要再開一次 那這樣感覺有存在 比較安心 對比較安心 所以我剛剛比較好奇想了解一下政委說 到底這樣multi location 在同一個平台上大家上線 你怎麼樣去互懂 了解他們 那其實在司科來講其實很簡單 原因非常的 我們現在反而做更多的事 我們怎麼讓他們覺得公司關心他們 了解他們的存在 反而不是工作的效率 因為剛剛主持人說 效率好像變好 其實它是必然的 是 因為每個人會用自己聰明的辦法 用工作更簡單 沒錯 然後讓上手下手 其實剛剛政委講的 上手下手 已經比較沒那麼清楚定義 大家就是把這個目標 結果往前推進 那對跨國公司來講 其實司科早就已經在2001年 把所謂的IP Secure 這樣VPN的工具 開給全員工來做 讓大家隨時隨地 你在喝咖啡的時候 你在家裡 你甚至在公園 你就可以參與 所謂的共同製作 共同創作 把公司往前推進 所以我們的架構早是這樣 但是對亞洲企業來說 它的接受度是比較辛苦的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有看到很多企業組 甚至台灣的新創房子 它基本上就是數位原生公司 對 它很快就這樣導入 那適應上我覺得 那樣的公司沒有回來 但是台灣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優勢就是非常彈性 對 企業組他其實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他其實不拒絕 對 反倒是他很積極的想說 欸我要運用這樣的機會 把所謂的辦公模式 在最佳化 對 或者是redefine 這樣的一個 什麼定義 工作是 如果我們可以明確算出 它成本會降低 我覺得在企業組來的時候 他做這個決策 或是 一定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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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沒有問題 主要還是安心的感覺 對 所以那鄭文怡怎麼做這個團隊的管理給Family 對 其實我以前從2008年了 我就有在西谷一家叫Social Text 那後來他被People Fluent 買去了 那這家公司所做的其實就是 剛剛所講的 我們叫做 Enterprise Social 就是說在工作場域裡面 我們想辦法去運用一些 我們平常就會用的 類似像Twitter啊 類似像Facebook 像Wikipedia 這些工作 變成大家這些共創的平台 所以當時我們有一句口號 我們說 Drink our own champagne 就是說 西谷裡面有一句話 那句話我就不講了 然後我們用一個比較好的方法來講這句話 就是自己釀的香檳自己喝 對 那這個事實上是quite literally 就是說 我的同事 Zappalo Alto 他會真的是去寄Napa Valley的酒 真的寄到台灣 那也不是什麼很名味的酒 他覺得他日常喝的酒 然後我們就開視訊 然後就一起喝酒 然後就開始聊天 那呢 他們那邊也有Gallenberg 我們這邊當時也開了Gallenberg 所以呢我們就去Gallenberg 然後呢一起吃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當然你需要有些工作以外的話題 但是你除非是 你運用你自己的想像力去說 大家都外送點一樣的披薩 或等等的這些方法 不然的話他不會自己冒出來啊 那就變成你能夠聊著只剩工作而已 那這樣子的話就叫Permat Work 就隨時都在工作 這樣子其實對精神健康是不利的 所以我們就 我們就確保說 我們的Team嘛 就是每個禮拜一至少一起吃頓午餐 一起喝點飲料 那就算你在不同的location 我們還是盡量吃類似的東西 ok就是說有一個精神上面 跟概念上面的連結 是這樣子 情感的這個連結還是蠻重要的 食物啦還是很重要 但公務員不能喝酒 哈哈哈哈 因為我今天不會卡東西 所以每句話都要趕快這個 是的是的 可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覺得 人的工作心態跟習慣 也會慢慢發生變化 我先請鄭文 然後後面請George 幫我補充你看到的狀況好不好 你覺得你觀察到就是說 一個人一個工作者 他在這種傳統的這種 朝九晚五這種 上下班的結構底下 跟您剛談到的這樣 一個比較自由自在的這個 我不確定我Front Home 是一個好的形容上方式 其實我們就叫Telework 對用這個方式來工作 你覺得對於人會產生什麼樣子的行為 或者是甚至專業或者是 他的talent上面的變化 對 其實Telework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你變成斜港 變得非常容易 對 因為你可以一個視窗正在處理你的工作 但是你碰到一個你不懂的 你感興趣的什麼 那你旁邊趕快再開一個視窗 趕快查一查 趕快學一學 但是如果你在一般上班的時候 尤其如果老闆盯著你看的時候 這個叫做不務正業 沒錯 對 但是如果你是Telework的話 你只要攝影機沒拍到的 都不算 所以你意思就是說 就是所謂的分行 所謂的不務正業 其實在Telework的時候 變成一個常態 尤其如果你在Coworking Space 那你一面在旁邊自己寫點筆記 或甚至說你一面在上一個 好比像說陳建仁前副總統 錄的那個防疫通識課 也是兩萬人之一 對 之類之類 這個都是很棒的 就是說你工作稍微想喘息 休息一下的時候 你學一下R0是什麼意思 我是真的就是邊工作再弄稿子 然後邊開著那個陳副總統的課 我也是啊 我也是啊 我們都是陳副總統的學生 對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說 邊工作邊學習 在以前你得下班之後 再去什麼空中大學啊 進修啊 EMBA啊等等 那其實一方面是比較累 那二方面說你的心態上 不會把它跟工作做連結 這是你個人的事情 對 但是那其實呢 當你在slash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欸這個陳副總統 他那個字卡的用法 還不錯 對 工作上可以用 馬上拿過來用 對大概就這個意思 對 那這個我就要問George 因為從企業組 你自己也帶了一個很大的團隊 而且時刻又是一個 就是說你們其實 擔負蠻大的責任 很多的用具 工具都是用你們的 對 那在帶團隊上面 你做一個主管 你怎麼決定跟思考 這種類型的管理 這個工作模式 因為你的團隊可能 去分心做很多事 可能也在聽陳副總統的 對 其實對思科來講 對我來講 其實我們並不排斥這樣的狀態 因為我覺得 會進思科的人 基本上他對於自我的要求 或者對於組織希望他拿到目標 都放在心裡 這肯定沒有問題 他因為這樣的工作模式 找到一個叫做 最聰明的辦法去完成 對 那剛剛這個 曾偉講的寫槓這件事情 他其實在同時間 發揮了自己的潛能 把兩方都做得很好 所以我一點都不擔心 有關工作效率跟私人生活 會不會因為有人偷懶 因為疫情的關係 造成所謂工作低落 態度不對 其實這個事情 在我看來是比較少發生 只是接下來的問題 在於是企業主 他怎麼去評斷 適應了這個疫情後 他怎麼做這件事情 他怎麼評估 怎麼用績效來做完 他這個人的評量 第二件事情是 他怎麼去激勵他的員工 對 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 激勵員工 我覺得未來的辦公場域 會比較像一個聚會 沒錯 有一點像 我們現在如果硬要從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的場域想像 就是co-working space 那個感覺 像剛剛鄭偉談 你的團隊在這個工作中間的狀態 可是這激勵到底要怎麼做 我覺得應該說 每一個人是不一樣的 但是公司組織目標在那邊 那你怎麼激勵每一個人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 一般的做法 那例如以思客來說 我現在其實還是維持著 每個月的生日會 然後約大家過來 然後由公司來主持 這樣的生日會之後 說每一個人的好 那現在因為疫情關係 其實我們從三月開始 就已經在家上班 那我們怎麼做 其實我們要說的一件事 我們就主持 就是獻上生日會 嗯 獻上生日會 那剛剛這個 鄭偉講的非常好 我們會有主題 例如剛剛講的 今天是啤酒 當然再強調一次 開車不喝酒 工作時間 儘量還是 下班時候再喝 那我們有飲料 然後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蛋糕是什麼 那我會有色系 大概就是這樣來維持 那等到疫情比較舒緩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會有家庭日啊 然後會有各個輪子主席 來做所謂團隊很嚴謹的 對啊 那這個是公司可以做的到 那我們請大家到公司來 就不再只是談公司 公司就是一個 其實用線上公司 或者是用一個電話 用一個手機 用一個Notebook 其實很快就解決了 我覺得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只是融入亞洲的文化 融入台灣的文化 怎麼真的花一點公司資源 幫助這個發生 不然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有員工自己來主導這件事情 你就會還是有小群組 對 因為還是有人跟人 Capture 他整個比較配合 他就固定的三五個人比較好 但是公司的目標 不是讓三五個人 我們希望大家的互動都很好 我們就維持這個平台 所以我們也算是社交平台的擁有 這很棒 大概是這個樣子 非常棒 就比較社交平台 沒錯 我這樣聽下來 我倒是有一個蠻深的感觸 因為其實我做這個 在媒體卻蠻長一段時間 那我都一直在談 就是跟企業館有關的題目 在今年之前 其實我們很少有機會 用一個比較大規模的方式 來討論人在企業裡面的角色 包含基地工具 以前就很容易跑到工具式討論 比如說什麼360度 對 然後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決定這個公司的彈性 現在我們在談的跟這個已經完全不相關 我們不是在講什麼什麼口評 加等一定的什麼 對 這個用原來的狀態來評估 大概已經施政了 沒錯 但是是不是變成是說 我們現在在企業組織管理上面 面臨一個新的階段 而且我們在一個很初實的階段 我們還在共同的重新去思考 怎麼去定義這個關係 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組織跟管理之間的關係 還有包含個人的這個工作的performance 你的talent到底要怎麼樣去定義 包含到底你是隸屬在哪個團隊 因為這種跨國的 跨組織的線上的在co-working space的方式 有時候我有意識大的事情 我常常都覺得 我跟我很親密工作的 不一定是公司裡面的 很多時候是project 或是某一些 NGO、NPO的一些朋友 會不會變成我們叫adhocracy 對 那鄭偉你怎麼觀察這樣的 一個企業組織的performance 因為您現在也在行政院裡面 擔任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可是特別是政府 我相信他的這個組織管理模式 更貼近比較傳統的概念 我們在這樣的組織裡面 用新的方式工作怎麼去定義他的 保險是好或是不好 對 不過我們辦公室比較特別啦 就是說 你有點不太管 對 我們二十幾個人 一半是每個部會 借調過來的 我們叫ccomplement 就是借調人員 那每個部會只會有一個 那意思就是說 它會代表它的部會的價值 因為每個部會是一個不同的價值 如果價值一樣就會足改整病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還留下來的 每個都是不同的價值 當然我沒有強求 不是說每個部會都有派人了 像國防部就沒有 所以我不知道軍事機密 但是跟人民有關的 就是像文化 內政 教育 通傳等等這些 當然都是有的 對 所以這些朋友們本來 他還是在為他自己部會的那個價值 所服務 對 但是我所要求的就是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 work out loud 就是說 他的工作必須要願意 跟其他不同的部會的朋友 一起分享 對 他分享的越多 就表示他績效越好 OK 因為一個文化部的同仁 怎麼可能去打一個內政部同仁的分數呢 這是不可能的嘛 所以他們的考基都自己打 但是呢 他能不能夠留在這邊 能不能夠有所發揮 完全看他說 他除了為他自己的部會服務之外 他是不是願意盡可能的 至少同等程度的分享去解決其他部會的問題 這個情況下 他只要願意分享的程度 等於或大於 他為他自己的部會服務的程度 下次考基就好 就是這樣子 但你還是得去做這個考基 沒有啊 如果他發現說他都只是take 他不give 不share 那其實呢 每個部會現在後面都排著很多人 想要資源加入我的辦公室 這是一個進責過 是 是 是 好 那個市長是殘酷的 不過 我就想要延續談一下 就正如你剛有談到這個 發現級點長 對 點長期發現這樣等等這樣 發生級點長 發生級點長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是因為他都記錄下來 所以就會做到你剛剛說的 他就會被 因為他記錄了 所以他的考基或是說 他到底是不是 能夠貢獻出更多 是在那個地方 好比像說 我們財政部的這個 The Countment 有一陣子被調回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民營治國 他要回去去帶這個 耿圖群 那他把財政部的耿圖 訓練得非常好了 那他最近又要回來了 但是呢 他中間這個 跑去這個 民營治國的那一段時間裡面 其實 因為我們發生幾點長 所以他回來可以非常快 就又重新進入狀況 那這個如果我們都是面對面 而沒有這個線上工具的話 又沒有辦法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對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是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組織轉型 剛剛Jorge也有提到 其實對很多的傳統企業組來說 他在思考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敢放手 有一段原因 有可能就是缺乏 像剛剛鄭文 談到的這樣的工作模式 就是這個工具 那如果現在開始有企業組 他開始想要往這個方向走 他進入這個工具的能坎會很高嗎 沒有啊 我剛剛就說了 全部都是開瀏覽器 按一個鍵 就連上了 你連安裝東西都不用 因為你安裝的話 你還需要自安人員啊等等 但是你開瀏覽器 那就是連上就是了 所以其實只要他知道 怎麼運用這些工具 是這樣 那我要先去問一個 我剛剛前面買的問題 就是 這個政府還有這個企業組織喔 我們先談政府 後面再來談一下企業組織 而且Cisco也提供政府很多的這個工具 政府組織在您這個猜政府 從裡面不猜政府 你怎麼 你怎麼讓這個事情發生 而且可以擴散出去 而不只是在你的團隊 沒錯沒錯 其實這個概念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說 我的工作大概就是三個價值嘛 一個就是說 去幫大家審時成立 本來是人工做的 現在變成機器做的 這個很容易解釋 那第二個呢 是幫大家減少風險 因為好比像說 民間物占委做出口罩地圖 整個一片叫好 大家都知道是好事 所以我們去支持他 我們一定不會被罵 所以減少風險 然後呢 第三個呢 就是去增進互信 好比像說 當時呢 其實有一個叫卓智遠 另一位設計師說 暴血軟體難用到爆炸 那就有一位財政部的這個 開發政府聯絡人 楊金康專委說 所有罵財政部長的人 下個禮拜 全部來成事部集合 我們來做明年的報血軟體 所以 像這樣子 這個做法 本來他們一整片 洗的都是財政部長下台 但是呢 他這個PO 一PO出去 大家都好高興 然後80%都開始 體驗很多具體建議 只有不到兩成 還在說 部長下台已經沒有理他們了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因為你能夠增進互信 你相信民眾 所以大家一起畫出來的這個報稅軟體 你不但不忍心去罵他 而且你還會教鏡頭號要怎麼用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新的那個報稅體驗 現在百分之九十幾的這個滿意度 這個在以前公共門書衛服務 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 對 所以要怎麼樣子去擴散呢 就是靠著我們這些開放政府聯絡人 去把這種節省時間成本 降低風險 然後以及讓大家彼此更互信的這個價值 把它在他的這個部門裡面去做 他做其中一項的時候 不要犧牲另外兩項 這樣子的話就可以做到 開放這種聯絡人 對 是的 是一個制度 是一個新建的制度 是一個新建的制度 大概2017年的時候 那這個人的 要用什麼 有什麼樣的背景或條件 對 就像其實很多部會 會跟你聯絡是媒體聯絡人 那跟我們的立法委員聯絡 叫國會聯絡人 那跟這些在民間已經糾集 五千個人已經準備要部長下台的人聯絡的 就叫開放政府聯絡人 所以他不一定需要軟體背景 他只是負責去協調跟促成這樣的溝通 是的 而且在一些比較大的面對人民的部 他的三級機關也都有開放政府聯絡人 財政部就是很好的意思 George你覺得這樣的一個形式 你有想過用這樣的形式來做這種組織的轉型 或是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新來電 對就是跟你的客戶共創 簡單講 跟客戶共創 其實Webass我知道你們有一些開發的功能 也是透過這種跟客戶共創的過程來判斷跟發生 其實有點類似 我們跟正偉講的 一直在講開放平台 這件事情是 基本上方向策略是一致 因為我們在全球本來是做所謂的網路 對 那網路其實一開始封閉的話 大家就不能參用 所以我們近年來我們都講一個Deafnet 是 讓Develop可以輕易的在我們的平台上去開發 是 開發一些API甚至把軟體的所有相關開創出來 那也做一點小廣告 未來在台灣也會落地 也是開放給大家用 所以也是不收費 所以我覺得台灣很愧的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軟體開發人才 但是數位工具的選擇很多 沒錯 但是當你要市場化 或甚至當你要廣泛大眾使用的時候 你要一個平台基礎來一起幫忙維護 我想這工作就交給司科 當網平台開放以後大家共用之後 其實對所謂進入者的障礙 就沒那麼的困難 那這裡是司科全球 我覺得是公民責任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叫做數位化應用程度 或整個國家的數位程度 有沒有被提升 所以當我們這個平台落地以後 是一個協助的作用 那至於組織上的調整或發展 因為其實在外商裡面 其實是蠻自由開放的 所有的提案制度 所有的怎麼對公司好的 其實沒什麼太麻煩 本來就這樣做 本來就這樣做 沒有什麼階級 沒有 而且我們階級越來越貧 越來越貧 對 我們在看的時候 很多以前要設信項 其實不需要任何好接引的信項 直接就可以主管 我們現在寫個信 就直接給我們美國CEO 甚至有好大點子 台灣應該需要 做什麼事可以幫助 這塊土地或是司科 我們其實一個Email就失去了 然後隨時現在因為 也許因為疫情關係 或者是線上會議 線上平台的波及 隨時召個會 大家可以的話 50%可以上來 我們就發生了 所以很多的溝通也是平的 所以我覺得 這樣的文化我覺得 一路一定會推廣到全世界 只是時間的問題 時間的問題 那個 鄭文你現在可以一封信 就寄給蔡總統 跟他說 這個事情 這樣子比較好嗎 其實我有帶著一個叫Minerva 他們是一個實驗性的一所大學 他們每個學期就是挑一個城市 那個城市就是他們的校區 然後呢 他們有一個線上的學習平台叫FOREN 所以這個學習平台真的是很棒 就是他們人不管在哪裡 他們都可以立刻一起去共創 開一個研討會 舉手放煙火什麼之類 所以其實呢 他們在蔡總統這個虛擬接見的時候 其實他們只有拍一個代表 然後跟我跟蔡總統就三個人 然後其他人 所有其他人都在一個很大的螢幕上 然後在那邊跟這個蔡總統揮手啊 什麼什麼 對對對 然後這個蔡總統就這個 有點回到蔡教授的時候 就說這個對很高興能夠跟各位同學 這個好像也不能叫做Lecture吧 但是總是一種意見交流吧 但他也發現說這個他看每一個同學 不管他認真的程度 或者是說就是他有沒有吸收到蔡總統的這個講課 的這個理念啊等等 其實比你在一個大課堂看得還要清楚 所以其實蔡總統我覺得這目前為止啊 他是已經非常能夠接受這樣的做法 也習慣了 就是說他也經歷過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而且主要就是如果這些學生真的來總統府的話 還要戴口罩其實看不到表情 沒錯 其實我後來發現這個疫情期間 戴口罩開會面對面 今年一分情 對啊 但是其實線上反而比較自在 有時候還不小心看到 我剛在那個節目前面就在聊 就是在疫情期間我們有做很多的國外的採訪 然後老外就在他家裡面 跟我們接受採訪 然後有時候訪問一般 小孩子就開門進來 就是Hey Daddy 然後他就會跟我們說 欸你等我一下 是很自在很自然的 在那個過程我反而覺得 我感覺到 我們面對面的專方 感受不到人跟人之間的一種 對 對 親切的事實 對 那我接下來想要請教澤偉 就是我們剛剛談很多 包括從企業面的總統裡面 來看這種組織的轉型跟開放 其實這整個文化上是loose 就是說人越來越放鬆 我們不要被制度被規則給綁住 可是我們又希望能夠讓每個人的talent裡面 你想到的各種好的東西可以交流跟工作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我覺得它裡面會有個隱憾 我知道聽起來有點俗氣 但是其實我們在談企業組織專業 最重要就要談競爭 國家跟國家之間競爭競爭 企業跟企業之間競爭 這樣一個競爭模式 如果它可以降低成本 它可以提高效率 它一定是競爭的重要的一個方向跟趨勢去 等一下我請George跟我們談企業競爭 我請政委跟我們談一下 政府之間的競爭 你覺得台灣政府或整個組織運作模式 會不會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拉高我們的競爭 其實剛才George講的那個DevNet 其實在我們資訊業界 它就是所謂Developer Ecosystem 你要跟開發者建立一個共生共榮的生態性 以前是零和嘛 你死我活嘛 現在是融合嘛 就是你好我也好 那像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你競爭看的就不是Market Share 你在Ecosystem看的是什麼 是Mind Share 就是大家的心裡會多少想到你的這個價值 然後以及跟它的價值有沒有一些可以供好的一些地方 那台灣的Mind Share 其實是我們現在外交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說台灣can help 台灣is helping 這是一個很軟性的 它不是說我們今天多接了一筆單 你少接了一筆單的那種競爭 而是說你只要想到台灣 你就想到台灣可以幫忙 你的醫護人員台灣有捲口罩 甚至大家透過APP 有一些部分有五百萬片 還是大家的心意啊 這個貢獻出去 那他們用了之後這個試吃包真的覺得不錯 那他們一般非醫護人員也想用 那我們口罩一貫廠就直接過去了 那他們只要給水電等等 那就幾乎是24小時運轉 每天兩百萬片 由他們自己的技術人員來維護 那就直接不用去仰賴其他的別的國家等等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社會創新 就是教導大家戴口罩 捐給醫護人員 帶動產業創新 但是為什麼他會想到台灣呢 就是因為他的高級官員都戴著Made in Taiwan 這樣的口罩 最強的行銷效果 所以這個Mindshare就變得非常高 所以我們在做一切 我們解決自己社會環境問題的時候 為什麼現在都說 我們就是在解決聯合作永續發展目標 像WHA的會前會的時候 我們做了SDG3 就是健全的生活 或者我們剛剛講的開放政府組織再照 那是SDG16 公民的參與等等 我們為什麼要用這些方式去讓全世界知道 就是說大家想到這些就想到台灣 想到台灣就知道台灣可以幫忙 覺得台灣可以幫忙 這個時候我們的產業創新 就跟著這個就出去了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鄭文花很多的時間 因為他一天開機場會 有採訪 有這個會議 也有跟國際的交流 你大部分在做其實在推動這樣 對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暖實力 台灣Can't Help 那George剛剛鄭文分享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從企業組織的這個運作 跟彈性或競爭力來看 您覺得這樣一個新型態的工作模式 企業怎麼樣去思考它未來的競爭力 跟這樣子一個組織運作模式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就像鄭文剛剛講的Mind Share 其實每一個人或每一個企業在江湖行走的時候 都要增加自己的價值 讓人家覺得你的價值是被需要的 對 那斯科台灣也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鄭文維講的Taiwan Can Help 我們講的是Cisco Can Help 例如我們最近做的這件事情 我們發現在導入這個社會工具的時候 有幾個障礙 第一個是取得 因為它是需要一些成本 第二個是運用 那所以我們做了幾個相對應的事情 我們跟全台灣三四十所的大專運銷 我們提供一年的免費 全功能免費 然後六都加里島的教育局 我們也提供免費 那這是第一步 那一年完了之後 我相信經由一年的試驗 我們不只提供平台 我們還提供保入教育訓練 讓他們把這個新常態吧 延續到未來 我想這是我們正在做 那在醫療等一下 這個也可以先破梗一下 我們 我們跟十家醫院已經做好的 相對應的視訊醫療車的捐診 的討論 MOUA簽了 那 因為這個就是後育經時代 它不會是一下子消失 我們覺得應該把新的科技導入 放進去之後 讓大家熟悉完了之後 減低感染風險 讓遠距這件事情 遠距醫療這件事情 真正應用平台的落實 這是我們正在做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這家 那 企業在大家心中的買學 那 我們也有另外一個叫做 Network Academy 網路學院 從現在的網路教育 到資訊準教育 到開發教育 軟體開發教育 其實我們已經從1998年 在台灣 投資了5500萬美金 那我們跟大專院校 78歲 簽約了 而且一直在傳達 有關於數位教育的推廣 不管叫做實體捐贈 不管叫做 裡面 Content 翻譯成中文 甚至是 我們設備捐贈 實體的執行投入 我相信已經有 一萬五千的學員參與 我想這就是把數位化 這個來提升 那 未來的企業競爭力 以思科為例 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相信以台灣公司 台灣的企業為例 它就要也要思考這一點 是啊 它不是業績成長多少 對不對 它應該是說 它在這個全球 這樣運行以後 它的價值在那裡 沒錯 那如果它的價值被看到 其實我覺得 自然而然的那個業務目標 要revenue達成 利潤達成 不是太大的問題 真的不是太大的問題 沒錯 沒錯 剛剛這個 正文談到這個 台灣 can help 這個myshare 會讓大家想要買口罩 都會想到台灣 這個思科 can help 這個事情 Cisco can help 這個事情 我相信 這樣子實際運作下來之後 隨著這個數位化的 這個工具的運用 需求越來越高 也很容易 因為這樣的一個myshare 的這個形式跟結果 大家很容易 就會想到不同的公司 像思科這樣的方式 其實很容易就會 再初期就跟市場 有更多的一個接觸 那我們時間沒有很多 可是接下來我想要問一個 就是每次我們在談這種 微型化企業 或者是線上工作的 這個企業組織模式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印議題 就是關於這個資安 因為資安這個議題 它其實 老實說它有點複雜 它一個是separate security 就是真正的資訊的安全 你是要去防駭客 或是不管今天 就是惡意輕饒的 另外一個是假消息 這兩個題目 都是我們政委的專長 就是基礎跟應用兩層 請政委跟我們 先簡單解釋一下 談到這個資料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理解它 這個架構會比較對 好啊 其實就是像在電腦網路裡面 只要網路之間彼此有連結 沒有保持這個安全距離 就是好比像說 屍體隔離 那個就是安全距離 如果沒有保持安全距離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電腦病毒 那就像是生物病毒一樣 它是會感染的 那我們每一個用的這個人 我們手上的每一個設備 其實都是一個 它可能的一個載體 那如果在這個過程裡面 沒有好好用肥皂洗手的話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做好良好的 這個治安的一些習慣 好比像說 設長度高的密碼 好比像說不能只依賴密碼 而必須依賴另外一個因素 叫做雙因素認證 等等的這種方式的話 那你就會變成一個破口 那大家都知道破口的意思 就是說別的相信你的人 就會因為相信你的關係 從你這邊感染到 不是生物的了 就是資訊的這個病毒 所以其實治安的習慣 比一切都重要 我們知道說 對於黑毛駭客 就想要為他自己的利益 而去攻擊你的系統的來講 他一定是先挑社交工程 就是先挑人 因為人是最弱的一環嘛 機器你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方式 來確保他的性質 但是人的話 你只要誤信說 這封email真的是誰發的 或者是這個附件真的是要打開 或者是等等 那這個情況下 你就變成那一個破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最基本的這個治安的衛生習慣 就跟我們的這個受複衛生習慣等等 是一樣的重要 那這個是最基本的一個概念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就像我們的CECC 為什麼是在SARS之後到現在 一說開設馬上開設 一說這個敷押病房什麼 也立刻盤檢到 一說這個我們的口罩要增產 那當然是口罩國家對真的太厲害 超出我們原來的預期了 但是就是說也可以增產 那就是因為說從2003年到現在 每年都有演習嘛 就是我們每年都會覺得說 如果今年SARS再來的話 那這個要怎麼樣做下去 那這個就叫institutional memory 就是我們在整個企業組織裡面 或者公務組織裡面 或醫院組織裡面 我們一直保持著SARS當年學到的教訓 不然的話隔了十幾年 其實早就忘光了 對 所以要不斷地進行像這樣子的演習 邀請一些朋友擔任紅隊 就是試著要打進這個系統 邀請我們這些藍隊 防守方的朋友 盡可能去防守 而如果這邊真的找到一些破口的話呢 就叫purple teaming 就是紅隊跟藍隊 坐下來好好聊一聊 讓這些藍隊的朋友們 也可以分享到這些紅隊 像藝術家一樣 那種思考方法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防守的時候 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你不管什麼二級開設 幾級開設 這個應變 你心裡就有個底 心裡有個底 就不會慌 不會慌其實大部分的威脅 都不是很大的威脅 反而是它就是要你慌 一慌了之後 你就有更多的破綻會出現 那這個是對資安最基本的一個想法 這個是行為的這個習慣 對 是這樣的 這個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 因為我們以前在談資安都在想說工具 就是要叫工具平台 我們把所有的資安的問題都解決 你應該要防守 那當然是最基本的啦 但是這個武器 基本的這個工具 可是這個剛剛提示 比較是一個習慣問題 是你對於資訊安全 到底哪裡會有過往 有概念 你剛剛舉這次這個疫情的例子 我覺得大家就很有感覺 肥皂跟酒精交到你的手上 我們國家隊生產出酒精了 但是你不會好好用 也沒有用 你不洗手還是一樣的 George可不可以跟我們談一下 從這個司科的經驗 因為你們提供這麼多的這個線上平台 痾... 資安一定是你們最在意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這次疫情 有很多類似的平台都穿不穿 那也有平台因為資安不好 就發生了一些狀況 那你們怎麼看這樣的資安 你們怎麼去做到這樣的一個資安方法 我們看資安防護之一 如果說資安議題是這樣 總共我覺得應該分三個 一個叫做平台的提供者 服務的提供者 他應該注意手 第二個叫做 系統的 或者講我們講線上會議 線上會議的主持人 他應該做什麼事 第三個當然是參與者使用者 我們先從這個平台服務的提供者 像司科這樣 其實我們內部其實很清楚一件事 當你在設計架構這個平台的時候 你就必須從資安是第一個考量的 因為你除了使用順暢以外 你資安如果出現問題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在架構這個產品 或這個平台的時候 資安就必須完備 那一定會對使用的方便性 有一些trade off 你必須犧牲一些 例如我們在會議的時候 我們要設定一些使用者 要把趴縮捨好 會議的趴處 因為有些人可能很快的進入 那有人入侵的時候 或有人要參與會議的時候 你就讓他輕易的進來 這是不行的 第二件事情的時候 你使用這種雲端服務的時候 一定有資料的存留 那對司科來講 我們講得非常清楚 User的使用資料 我們會妥善保存 我們並不會給第三方當作盈利的數量 我想這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有些人誤認到資安事務 會不會被駭客入侵 其實可能這只是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 我的資料會不會被洩漏 說不定是被廣告上入侵 對 沒錯 最近接到很多 要不要貸款 這個可能是大家都會接到 是不是 所以你就會發現 資料保存 而且make sure資料 不再被應用 這也是平台提供者 必須要做 那司科一直遵守這件事 第三件事情是 我們的所謂會議主持人 我們有沒有給他足夠的工具 來做資安方向 對 那這三個平台提供 司科都有在做 對 那我要講第二個是 會議主持人的時候 他怎麼去 應該講主導會議的順暢 跟保持大家上來使用的時候 並不會有被入侵 或資料帶走的疑慮 這個是主持人要做的 他要主持會議的順暢以外 他要validate 一下 每個人來參與會議的 是不是應該參與 他有這個權限把它踢出去 或加入 或者是靜音 讓他不要破壞整個會議的順暢 也就是說 其實在工具平台上面 這些工具都已經做好 一定要做好 絕對要做好 對 那第三個其實就是 剛剛鄭偉講的 就是說 我給你的酒精 肥皂 口罩你不用我沒辦法 就是 參與者一定有電腦 一定要手機 但是他的電腦手機 是不是隨時保持乾淨 他有沒有 常常去點那個惡意連結之後呢 放了一個後門在他弄動 結果因為他的感染 而造成跟他接觸的全感染 然後資料全被切到 其實最可怕的 並不是他讓你的資料 或機器不能運作 最可怕的是他一直存在著你的資料 他隨時隨地在收你的資料 想要拔住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我說這三個應該交互運用之後 資安才是安全的 所以最基礎的就像鄭偉剛剛講 這個 我們平台提供完了之後 大家應該共同參與 維護這個資安 讓大家參與的時候都是安全的 是 像我家裡那一台筆電 我真的就只管瀏覽器 其他別的都不用 是 這樣是最乾淨 對 我就透過瀏覽器 對 這就是一個習慣 可是這個所謂的習慣 鄭偉因為你對這個東西 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所以你會意識到 有一台電腦 你就只管瀏覽器 你一直在瀏覽器上面工作 這裡面有一點是規範概念 像比如說我們有些企業 他的這個 給員工使用的電腦 就是公司電腦 他就會鎖這個電腦裡面 可以灌的任何東西 這也是一種規範 當然 那 鄭偉您怎麼看這樣的一個 諮詢安全的規範 不管今天在政府裡面 政府體制裡面的使用 或者是全民 我們怎麼要去教育 社會大眾理解這些東西 其實瀏覽器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如果正在錄你的音 或者錄你的音 對 他那個葉簽上面 會很明確的標示 會標示 對 他不可能在背景去走進 所以你在瀏覽器裡面 運行的應用程式 包含你們的應用程式 也不可能在瀏覽器 沒有發掘的情況下 去錄音錄音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對 那也就是說 這件事情 我們叫做縱深 就是說 你每一層都有自己的防護 當然我們信任說 這個會議軟體 本身不會被惡意的劫持 但縱使它被惡意的劫持了 那瀏覽器又會幫我們擋一層 瀏覽器擋一層之後 作業系統又幫我們擋一層 所以有這樣子的縱深的時候 至少在某一層 發生破口的時候 它不會造成 像剛剛講的 你的電腦就被安裝一個 常駐程式的那種程度的傷害 那你還可以趕快去回報說 你那邊有問題等等 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它就比較resilient 就是說它的這個耐受性 它的韌性就比較好 對那我覺得大家最重要 就是說不是不被入侵 而是你感覺到被入侵的時候 你在哪一層就發現到 發現到的時候 你要用什麼方式去應應 就好像說台灣不可能 不發生地震 但是你的防震解脫要好 那地震真的很大的時候 你有一個預警 你早幾秒知道 電梯趕快打開 然後你就跑出去 然後找一個這個柱子啊 什麼的 所以就是說即時的應變 那這個除非是透過演習 不然你不可能做成習慣 所以這個演習還是非常重要 記憶裡面 這部裡面 包含個人 是的 可能都要練習 對對像我們的這個院本部 之前就是 會常常接到一些這個信件 那這些信件呢 就是什麼什麼美日的 什麼新聞啊 好笑的這個笑話啊 等等等等 你要是圖片有射程 圓端顯示 然後點開 那明天資安處 就打電話來說 你需要接受一個培訓 沒有什麼 我們在跳於性格 哈哈哈哈 就是有一種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偷襲一下 看看你到底有沒有高興 測試你的 像你的郵件的那個 應用程式有沒有 把遠端的這些導致 這就是演習啦 就是這樣 剛剛曾偉一直在談這個 演習的這個概念 我們其實節目時間已經快到了 可是我忍不住 因為今天跟曾偉還有 跟這個George聊得非常愉快 剛剛我們談的所有東西 其實都跟數位置體不關 是在數位置體這個大的框架裡面 談政府的公部門的私部門 還包含個人的一些行為 這個變化 嗯 台灣其實 我們都說我們有非常多的 這個軟體原才 像剛剛曾偉提到的 我們開放政府 為什麼可以找到 五千個人是不是 對啊 卓士元啊 吳湛偉啊 江明忠啊 這些都是一流的人才 找一個人來幫我們 把這個軟體也做得非常好 他可能也不是用政府的 這個編輯分源來公布 可是我們是用全民間力量 來做這個事情 台灣其實有一個很好 從政委一開始 也參與這個GINB 這樣一個社群開始 民間跟這個公部門之間的合作 甚至私部門跟公部門之間的 這個企業跟公部門之間的合作 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在數位置體這個議題上面 我們最近也在思考 就是說 政府的組織的改組 也是一個重要的題目 我其實這個題沒有放在我們的房間 我是突襲這位 好 突襲這位 不過我們剩兩分鐘 你突襲要快一點 我真的 突襲的 這個數位發展相關的組織 變造 您看法是什麼 對 我想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說 我們對於數位的治理 這個是一個文化 是 所以就像地軍部長之前 常常說每個部都是文化部 對 就是說在每個部裡面都要導入文化的思維 對 那這個透過我們像剛剛講 這個橫向領導的這個方法 其實最近 尤其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我們重新設計保持軟體 每一戶還是只有戶長在用 對 但現在口罩從1.0到3.0 兩千一百萬人都在用 對 所以大家就可以開始感覺到說 原來數位服務的遞送 對 跟以前的遞送真的是不同 概念不同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未來這個專責的這個機關 不管它是部還是委員會 對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是什麼都是交給這個機關來解決 是 而是這個機關要必須跟其他機關 有一個橫向的合作 對 告訴所有其他部會說 你想要省事省力的時候 你想要降低政治風險的時候 你想要跟人民有更多互信的時候 有哪些工具 你可以非常容易按一個鍵就導入了 對 那這個時候才會是所謂的 Hall of Government 就是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 都可以一起完成這個數位轉型 好 今天這個數位轉型的題目 謝謝鄭偉最後跟我們一個 這樣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性的 但是在這個組織發展 然後上會怎麼樣的 可能要再等個一段時間 我們才會瞭解 因為要表演反原生徒通過 要表演反原生徒通過 就因為今天您也在場 這樣一個大型的跨國企業 我最後想請您用一點點時間 給我們的企業提供一些建議 他們也面臨數位轉型的挑戰 你為什麼建議他們 我的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有些企業主他認為 買一些工具導入到企業領域裡 可能就接近數位轉型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這個mindset 另外一件事情是 他有沒有給足夠的教育訓練 給他的員工 因為我們常遇到的問題是 他們常常在缺人 但是缺的是數位人才 那數位人才的培養 其實不是一招一招 所以對他們來說 數位轉型的目標在哪裡 導入工具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把他的目標確立完了以後 作為分階段式的執行 再加上找到對的人 再搭配對工具 我相信這個數位轉型的目標 應該可以慢慢實現 對而且最核心的是 剛才我一直在強調的價值 價值要非常的清楚 好今天謝謝大家 我們再 不好意思 沒有電 所有科技裡面只有電池沒有技術性成長 對 對 還是我要對著這邊 我對著這邊 你轉一下 然後對著這邊 對著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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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直接繼續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花了這些時間 來跟我們的唐鳳正偉 一起聊 關於微型化企業 新的這種 數位型的這樣一個 工作組織型態的概念 也謝謝思科的台灣的總經理 陳志偉 來到我們的節目裡面 跟正偉一起一個 很輕鬆的一個座談 我覺得今天其實我們都收穫蠻多的 我的感覺 可以 就是我們其實正在經營一個新的時代 而且不是剛剛進去 我們已經一腳跨在裡頭了 對 那這個新的時代會怎麼樣運作 企業會怎麼運作 甚至包含政府會怎麼樣運作 其實台灣有一個非常好的底運 跟很好的一個機會 當然我們的挑戰也是非常巨大的 對 但是我們有非常多好的人才 我們的政偉是這樣的一個 有這樣的一個背景 在技術上面跟概念上面 都用很全新的方式來工作 那我們剛剛也聽到正偉分享很多 新的政府運作的模式 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打開眼界 對 George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從跨國企業的角度來看 台灣其實有很多的機會 那就希望大家 接下來持續關心我們這個 所有轉型的相關的系列的節目 我們希望之後 也有機會能夠持續邀請唐鳳正偉 來跟我們談一些更多的 我相信大家有很多很多想要跟這個 志偉聊的 不只是自己的小麵自己喝 要談自己的國家自己救 國家自己救 這是大家最在意的 謝謝政偉 也謝謝George今天的時間 謝謝大家 掰掰